但噔当 就一句话 麻痹到底有没有救 要靠谁 还是可以救 是要靠 XXXX 但是在请教专家之前 一定要先了解 马币贬值的原因 约前两期都有提及 我这里就快速 跟大家复习重点 除了不可控的国内外因素 如美国大幅度升息 中国经济放缓 国内与国外政治局势 变化等 政府也需要负起责任 由于新政策不明朗 导致影响投资者 在大马投资的抑郁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 货币贬值的坏处 包括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加剧了通货膨胀 出国留学和旅游的费用上升 人才外流等等 而好处则是推动出口 促进旅游业和本地产业发展 有利于吸引外资建筑等等 但说了那么多 现阶段我们到底有没有从中捞到好处 马币还有没有未来 马上请出今天的打卡 宣布贸工部长王建民为大家解答 Dr. Ong 有官员说马币贬值是好事 但这个好事真的有在发生吗 对我来说这个不是好事 是因为马币降低的那个数量太快了 所以会导致外资对马来西亚多多少少的 有不信任的感觉 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是一个不单只是出口的国家 也是一个进口的国家 有很多那些出口的那些产品和原料都是要进口来去加工才能够出口的 所以也是会影响到商家的那个利润 那个是第一 第二 更加重要就是老百姓的方面来说 有很多项目是 比如说如果你是要养鸡 你给那些鸡吃的那些animal feed等等 一大部分都是外地运进来的 他们的那个这个费用也是会增加 从商家的方面来说 国家银行总裁阿多拉西他就一再地强调说 马币是遭到低估 你赞同这个说法吗 我认同我们的那个fundamental的确是 可以说是蛮不错 我们出口量还是还是不错 我们的经济还是在增长 现在也是有很多外资 从这个FDI的方面来说 也是正在进入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 所以那个是对的 不过我 我不羡慕国家银行总裁的这个责任 就是有很多东西他是不可以讲出来的 比如说刚才我提出那个补贴的补贴的那个政策 他不可以出来讲财政部长应该宣布这个补贴的那个方向是怎样的 是因为这个是首相和财政 也是财政部长的这个责任 所以有很多东西国家银行 外表上是看到他的责任就是抑制这个人员 不过有很多那些政策 他是不能够控制的 我给多一个例子 他不可以说 有可能性有很多那些商家们 他们对首相现在去调查 Diam 调查 Mirzan 调查这些高官 以前的高官的那些财务的那个形象 有很多商家看到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我自己的那些财产 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 他们也是会带他们外地的那些财产 或者是他们的那些钱回来马来西亚的 从这个政府政策的方面来说 那个的确是政府的责任 比如说是补贴 如果是讲这个interest rate 那个是国家银行的责任 这样你认为政府现在应不应该出手拯救马币呢? 有几个方式 如果我是财政部长 我会怎么样做 第一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表格 怎么能够去做这个补贴的那个targeted subsidy 跟那个subsidy rationalization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因为外资跟投资者正在关注这个题目 第二 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能性是 找到比较creative的那些方式来 来鼓励短期的那些投资者来投资在马来西亚 因为现在贸工部那边主动是长期的投资FDI 短期的投资是包括short term capital investment 我给几个例子 现在中国那边他们 他们国内的那些投资利润不是很高 是因为现在中国也是有面对到很多经济的挑战 为什么我们不要去鼓励在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来马来西亚 invest in our stock market 那个是第一 第二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考虑用人民币 是因为中国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第三 但是有可能性我们现在有一点那些债要还给中国的 比如说这个ECRL 一年大概是30到40亿这个人民币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提供一个panda bond 就是讲马来西亚政府财政部长那边出一个panda bond 不单只是可以减少我们这个forex的那个risk 同时我们也是可以给中国的那些投资者看到马来西亚跟中国的那个关系是蛮好 这个也是会可以鼓励更多的中国投资者来马来西亚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那些大公司可以去中国那边利用他们的那些capital market 来去找到比较好的那个interest rate等等的 所以有很多这些方式来去可以去短期来解决 不过如果我们要吸引中国的短期的投资者 其实有几个地方我们是可以注重的 刚才我说是大陆 中国大陆就是mainland 另外一个地点就是香港 其实有另外一个地点 有很多那些中国投资者 他们有很多钱是投资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可以吸引他们来马来西亚就是新加坡 所以如果我们是可以做好这个 这个role for Singapore 是持乐观还是比较悲观的一个态度 我是一般一般 是要看今年政府的那个政策怎么去协调 如果这半年之内可以宣布到比较正确的和确定的政策 从补贴的方面来说 从这个外资的方面来说 我就比较高的信心 马逼的那个表现能够提高 不过如果我们政策还是骂骂糊糊的 我就对马逼的那个表现就比较乐观 比较悲观一点 我本身的看法就是 不要像以前这样子用很简单的那些message 来去攻击现在的反对党 或者是要保护自己的那个智慧 我觉得是应该要比较完整的一个 经济的message 来发给投资者发给大群人讲 OK 这个就是我的方向 短期中期长期的方向 从政策的方面来说 国家银行也是可以补充也是可以协调 给大群人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六个月一年的那个方向 我们如果可以实行到 你们就可以看到 经济会增长的更加高 令吉的表现就会更加好 今天非常感谢Dotong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令吉的命运会如何取决于国行以及政府 接下来走的每一步 而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就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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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